那为了让大型的缠织可以通过 这座桥呢 在昨天下午打开之后 却没有办法下降 那伦敦的警方也证实 这个塔桥是因为技术故障而卡住了 那也造成了两头的车流是大排长龙 现在行人也在寻找其他方法来过河 那现在警方也呼吁当地的民众 一定要记得避开这个路段